第六 机球部位 机球部位是指触球的瞬间 球拍打到球体上的位置 机球部位的划分 可以机球圆为准 大家注意 一般我们机球很少打到前面 主要是打到后面 这两个面 我们可以按照中表的一半的刻度 就是12点到6点 划分为7个点 上部就是接近12的位置 上中部是接近1的位置 中上部是接近2的位置 中部是接近3的位置 中下部是接近4的位置 下中部是接近5的位置 下部是接近6的位置 随着乒乓球运动的不断发展 对于乒乓球技术的要求 越来越高 也越来越细 因此与之相应的术语 也应该有所发展 比如说以前说盖弧圈球技术 那么要求机球部位是 中上部偏上 因为过去划分机球部位的时候 只有下部 中下部 中部 中上部 和上部 五个部位 而现在盖弧圈球的出球部位 我们就可以改为上中部 或者是上部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划分更准确 也有利于描述动作 倒贴 好 如果继续 没法